男子不肯透露身份又无证件 警方用人脸辨识器追查 记者郑国梁翻社分享 桃园警方日前巡逻见路边停一辆车叫男子 他在驾驶座 深夜气温不到十度远景担心男健康 上前叫醒他后 见副驾驶座大啦啦放着吸食器 怀疑他用完毒品后神智不轻睡着 当场逮捕他 杨美景分局在思维路发现这辆车 盘查身份时男子变称没正 但后座有一张空白健保卡 没照片也没姓名等文字 只有一个晶片 卡片上的基本格子明显被磨掉 远景见男子不配合还哪一张 无法确认身份的健保卡 于是亮出法宝人脸辨识器 查出他是住在新竹县53岁彭南 全案以毒品罪嫌疑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警方表示一开始发现这辆轿车停放路边没集火 夜晚气温不到十度驾驶座又有人趴睡 以为是需要关怀的个案 没想到上前准备送暖反而看见吸食器 和一张神志不清的脸 还不愿透露年级资料身上又没文件 警方在汽车后座发现一张无脸健保卡 疑似男子房身份曝光 将照片姓名及身份证 4号等资料魔毁逃避 警方追查 远景用行动装置人脸辨识系统辨认 犯行之道在已不能掩饰身份 只能束手就待 警方还要另外追查健保卡与后车厢的电线及工具来源 警方在车后座发现一张通 白健保卡 显坐有吸食器 记者郑国梁翻射 分享 男子轿车行李箱有来路不明的电线和工具 记者郑国梁翻射 分享